欢迎回到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的节目现场 麻洞碗粿的百年老店推出了新产品 第二代把碗粿做成了粥 而这一碗粥是为了纪念癌症离世的哥哥 那个时候哥哥做化疗 吞咽困难 完全吃不进东西 身体也越来越消瘦 做妹妹的就把家里的碗粿加入米浆 熬煮成营养粥给哥哥吃 希望多少能够补补元气 后来哥哥走了 妹妹因为思念 也开始在店里卖起这一碗充满兄妹之情的温暖粥品 他的哥哥李永祥也曾经是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的故事主角 当年他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返乡接下家业 现在这份对家庭的爱和责任将由妹妹继续为他完成 阿公的赚钱家伙 阿嬷的嫁妆菜独啊 车水马龙的街头 怀旧老店越夜越迷人 入口的这一碗粥 像是开启了未来的探险之旅 汤头很特殊 就真的是像那个小时候妈妈在熬那个米香 那种感觉 那它又有一片一片的 那一片一片那个是碗粿的感觉 可是它的碗粿的感觉又更口感更细致 水板粥这个名字 似乎在台湾好像都没有听过 它试了之后我就觉得 这是小时候吃的味道 一碗粥带给人的舒适感 就像是夏夜一面浮来的清风 我喜欢它的米米配上淡酥那种鲜香 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 就是很简单的味道我就很喜欢 吃得出来用的工很细心 不像一般的就是好像淀粉做的 它不像就是完全用他们的心 然后去做这些的事情 水板粥相位熟悉的陌生人 大家都有吃过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所谓的水板就是台语说的贵 阿德和精灵这对夫妇在偶然的机会下 将它和粥做结合并放上丰富的配料 从此古早味有了鱼鲜和肉香新面貌 这个要先从旁边的鱼鱼先吃 鱼鱼 这个对 这个要泡软再吃比较好吃 OK 只是对于一位新生代来讲 这已经不是个古早味 而是磁碗里的艺术品 就是要给它集中在中间 然后摆漂亮一点 再赶时间怎么办 也是摆漂亮一点 然后坐快一点 就读国一的小乔妹 从很小就对料理有兴趣 自从新口味诞生以后 爸妈就试着让她参与电舞 毕竟这晚粥情感很深 希望注入新生命 让逝去的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人生太多的产生变化 然后突然有一天的时候 就会发现就是 就是我说实在跟爸爸还蛮在意 一份牵挂让夫妻俩不厌其烦地 推销这一个有够搞刚的美味 蛋酥 香肠 虾米和三层肉 这些饭豆丘肉菜自己制作外 配料下方水版粥的灵魂 贵恨眉更是不假他人 我的每个东西 我们的每个产品 都一定要先求有形状 比如说蛋酥就要先看到蛋 米 米姜 我要先看到米 猪肉 我要先看到肉 不然现在不用这么忙 这个可以直接人家用粉就OK了 然后有的东西滴两滴就有味道了 也不用那么忙 这个只剩下笨的人才会这么做而已 在还没进厨房前 阿德做过Pub玩刺青也摸水电 还没30岁就练就18般武艺 后来大舅子李永祥 在经营家传碗柜生意 想想或许这是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于是拜大舅子为师 跟着摸起汤汤水水 我是误入歧途的 其实一开始做的时候 这只是很单纯的喜欢这种 喜欢 追女朋友 不是啊 我老婆追我追得凶的 做了之后才知道 这个没有办法穿大鞋 但是后悔又来不及了 来的时候被感动的是因为 这种东西很特别啦 虽然说很辛苦很忙 但是 它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使命感 大舅子做事黑白分明 没有灰色地带 每天从麻豆来到市中心开店 十多年来没有迟到过 真材实料 一心一意做出的挖柜 总是获得客人好评 家传百年的吹柜手艺 他交代 磨米浆要用的米 就得选至少三年的再来米 这像女人的皮肤 它做起来的时候滑滑的 但是不能摸 摸了就吹痰可过 跟在大舅子身边学习的日子 阿德爱玩的心被安定下来 精灵也辞去家具设计师工作 每天三人没日没夜 绑在一块为生意打拼 却没想到一场疾病 在短短一年时间 夺走了大舅子的生命 同样的情境 同样做工作的那种 甚至说有时候 你平常在做工作的时候 刚开始还会平常买极 再叫他的名字出来 那个时候心里会揪一下 会觉得像我在做忙的 哪有可能 这怎么会发现在我们家 哪有可能 这样就没了 真的啊 真的没了就没了 这样对我们人生的态度 也有很大的专门 知道人生真的是 没有什么好夾度 这个是猪骨高汤 泡米浆 龟亚的部分 水板的部分 化疗期间 李永祥因为吞咽困难 完全吃不尽食物 身体变得更为虚弱 看到哥哥日行销售 精灵心理疾 也就在那时 古早胃有了新的饮食法 他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到后面脸周 有颗粒稍微颗粒 他都没有办法 就是喉咙这个部分 他都没有 他吞咽都会有点困难 他都会说不舒服不舒服这样 每天你会过啊 就是会比 然后我老公就说 我们是不是能把米酒 把这个放在一起 对 让他这样子喝 原本的碗粿是干吃零酱 后来想到将它切小块 再加入熬煮了一整天 变成糊状的米浆粒 既能饱足又增添滑顺感 而这就是水板粥的原形 哥哥生病原本没话讲的兄妹俩 因为一碗粥多了互动 一家人的心细得更紧了 我家人的心细得更紧了 这就是根本的这种 对 我跟她说 这个人发了 这就是她都给她去吃喝 对 而且我说我可以吃 所以我才能够 想到她的风格 她就是给她去 原原物还是给她去吃喝喝 她才能够吃喝喝喝 这个人要够吃喝喝喝 但是她就很紧了 这就是她的 鲁里面 鲁里面 牛鲁里面 一年后厨房里不再有哥哥的身影 夫妻俩为了纪念他 于是把水板粥在家以丰富化 分享给更多人品尝 油梨胺基酸 然后它又俗称是牛奶鱼 它是很营养很营养的一个鱼种 所以我才会选择用丝木鱼 熬差不多要两三个小时吧 我们只是取汤的部分而已 他用大量丝木鱼骨来熬高汤 这个高汤就和米浆夹在一块 情成了粥底 这个粥像是取代哥哥的角色 成了夫妻俩的润滑剂 一开始是觉得我说 我干嘛要来这里受苦吗 真的吗 里面这样子拉里面掉眼泪 因为各自的眼泪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做 他就应该要这样子 他就磨合啊 最后有两个锅子啊 对啊 锅漆可能就是一个... 就是彼此的一个退让而已 不要让就吵架 再不让就打架这样子来 厨房里的笑声慢慢恢复 他们不只熬鱼汤入粥 还研究出澎湃的配料 让这碗粥更有层次感 像是功夫菜里才会摆的蛋酥 蛋酥它的油就是要热 它要热油要差不多在200度 然后要快很准 像它这个的时候超过200度 我说你的火候就要把它弄回来 就像我们吃肉粥 肉粥 鱼粥的感觉 蛋酥的香酥口感总令人难忘 因此尽管制作成本高 还是加了这一味 吃起来的口感就很好 然后我刚才讲的说 它那个有点脆脆的 原来是蛋酥 咬起来真的是很香啊 很香 另外特调配方的胖香肠 有着丰富油脂 光在锅里蒸 猪肉的香气就让人闻到 口水快流下来 做料理做出兴趣 对于繁复的做工 一点也不觉得麻烦 就像是蒸熟后的香肠 还要下锅慢火去煎 多了一个皮的焦香味 要不怕麻烦 对不对 你怕你吃那个话的时候 到现在你才知道那个话 它到底它的深度在哪里 用尽情思做出来的水瓣粥 意外开发出全年龄美食 像是有妈妈单买鱼糕汤粥 当作婴儿的副食品 还有老人家咬不动 就把它当作早餐 更有老饕 五星饭店料理 反而要来品尝古早味的 纯米分子料理 我们的材料 可是吃起来味道不大一样 这个老板娘的创意料理物 两个年轻夫妻确实不简单 所以说只要有经过的话 大家都会下车来闻香一下 尝个味道 一粒米就透过物理化学变化 再重新组合成为一道新菜 尽管米的外观已经不在 温度却是久久不散 师徒琴 手足琴 就借由他传递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